Hello 大家好 今天王思拉想和你們分享 窗台漏水 引致牆壁 全部撲出來 一些處理方法 我今次在拼多多買了兩樣東西 這是一個 好像膠水 最主要是透明的防水膠 可以塗在 一些你覺得會漏水的地方 就是修補 令到它不漏水 我買了剛才的膠 塗在窗台的外面 還有大廈外牆 另外這隻是補牆膏 打開裡面 好像白色 已經混合好的 質地 可以幫你修補牆 它就 連沙紙 一個鏟 還有一個掘 送給你這些工具 我們自己就是 非專業的 一點都不專業之餘 做手工也很差 我們大 sería 我們就要嘗試一下 因為窗台 做到牆壁 已經滲滲了 也願意修補一下 我們就嘗試一下 首先用鑽 鑽開出來的灰 鑽開出來的灰 然後用這隻 就是保长的膏,就是保凹了的位置 其实要多扶多一点,再用刮平 但要快手一点,因为它很快干 刮完之后,如果不快手,它干了又硬了又是做不到 而且比较难令到平滑,我相信这些都是需要熟能生巧 还有大厦的外墙,还有外面窗台的位置 我都用了刚才给你看的防水胶去掃 掃完一阵,等一段时间,可能几个小时,或者一天之后再掃 另外买了这只墙子,这个墙子可以自己黏贴 因为我们手工做得不好,不够平滑 那墙墙就会很噁心 买这个墙子,希望可以简单一点 它后面有一层薄膜 撕了薄膜之后,这里就可以黏贴 它的黏力也很好,我就黏了 到最后用了这墙子,就黏了近窗台的位置 你们都可以看看,勉强可以接受 当然就不是很厉害,我自己手工不是很厉害 但是都算简单,就黏好了 你们都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做的 另外我在拼多多,除了买刚才那两样东西 都买了这个白色的噴墙那些漆油 但是我还没用到 因为我原本看到天花板那里 好像有一些一粒粒的绩 好像发霧之类,想着用这些噴的 但是暂时我都没用 而且我想说,之前我跟你说 拼多多,如果你用顺风速递的自提点 或者自提柜,有些产品是可以免运费的 但是,好像这个,自噴漆也是免运费的 但是刚才那两个,那个胶水 还有那个修补墙的那个膏呢 就要给运费的 所以,其实都要看下你的产品 支不支援 还有,刚才那个修墙的那个膏呢 白色的那个,它除了可以 就是你凹了的位置,你可以填回之外 有时有些裂痕的位置 都可以尝试用这些修墙的膏去填补的 我暂时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终于有一条影片 就like,share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是欢迎你的影片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